自俄乌冲突至今 全世界对有关核战和三战的担忧就从未减轻过 最近随着俄乌互相指责 对方可能引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舆论愈演愈烈 人们对是否会爆发核战的关注与猜测 再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人类最大威力的武器 也是成为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 核战一旦爆发 没有赢家 谁也别想独善其身 因此很多朋友都惯心 目前中美俄三国之间对比 各自核弹发射的水平会是怎样呢 那讲这个话题 必须先了解一下当年的美苏军备竞赛 当时苏联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多达几万美 简直害人听闻 要知道这么多核弹头 简直是要炸翻地球的威力啊 当时苏联是憋着一股镜头 不管美国研发什么武器 苏联一定要拥有和其对标 甚至能与之同归于尽的战力才行 在这种疯狂的比拼之下 美国的军工武器也是急速增长 如果不加以控制 两个国家这样疯狂的军备竞赛 不知何时才能停止 于是在苏联经济崩盘解体之后 美国才和俄罗斯达成协议 签署了关于线核的协定 双方都销毁了大量的核弹头 缩减到一个可控的理智些的数量 美国的核弹头在6000多枚 俄罗斯的核弹头呢是7000多枚 至此美俄两个大国依然是世界上拥有核弹头数量最多的国家 双方保留的核弹头数量从比例上减少了很多 但是从最终的对等情况来看 依然是死死追贫的制衡态势 相互之间的威胁程度 依然是能够同归于尽的程度 这也是让美国看俄罗斯依然不顺眼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能够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国家 怎么可能让他放心呢 假设到了战时拥有核弹头的国家发射核弹头的速度又是如何呢 不要以为核弹的发射是很缓慢的才能发射一枚 其实它的发射速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而且这个发射能力也决定了一个国家核打击的威力和摧毁的力度 我们先来看看俄罗斯的核弹头发射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 俄罗斯目前一共服役了六种洲际导弹 比如知名的塞尔玛特导弹 还有亚尔斯导弹等 平均每一枚洲际导弹能够搭载六枚核弹头 据俄专家透露称 如果爆发核战争 俄罗斯火箭军能够在一分钟之内对敌方射出1800枚核弹头 作为洲际导弹能够一次性发射这么多枚核弹头 杀伤力是非常凶猛的 而且导弹的射程都是超过了12000公里 达到了恐怖的地步 能打击到美国本土 并且能让美国都无法拦截 而且让人不敢想象的是 一旦俄罗斯把这么多枚核弹头发射出去 地球真的就距离毁灭不远了 那么美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射出多少枚核弹头呢 毕竟只有实力相当才有机会活下来 否则就是成王败寇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 美军现役的核弹头数量大约为2700枚 而在实战当中 大约有50%能够立即投入实战 也就是说在一分钟之内 能够发射1350枚核弹头 怪不得这么多年 美国只敢和俄罗斯动动水皮子 根本不敢动真格 因为在核力量上 美国和俄罗斯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就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和北约国家 根本不敢下场 与俄罗斯对决的原因之一 毕竟把战斗民族逼到墙角 战斗民族一分钟之内 就能摧毁整个美国 而且另一方面美国比俄罗斯的发射效率 要更低一些 这也是美国面对俄罗斯时 又恨又憋气的原因 这也说明美国想要单方面打击俄罗斯 遏制对方的反制和反攻 很难有办法做到的原因 那对这两个大国的核弹头互相震慑 中国的核弹头发射水平到底如何呢 外界传言我国的核弹头数量只有600多枚左右 这还只是俄罗斯一分钟发射量的三分之一 整体的摧毁力度差距也很大 按照一分钟发射的限制来看 我国在这个时间里能够发射190枚核弹头左右 这和美俄两国的核弹发射数量相比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但是我们大可不必为此担忧 不要以为单纯的数量多就是最厉害的 因为核弹头发射能力 只是从理论极限来讨论 就算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一分钟发射那么多的核弹 终极武器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使用 除非那个国家疯了 而这种可能性非常低 而且要知道中国的导弹作为后起之秀 已经超越了美国最盈利为傲的民兵三型导弹 我们拥有的东风41型导弹的射程高达14000公里 这种射程已经能够覆盖美国大部分地区 甚至从我国的首都发射导弹的话 30分钟左右就能够打击到美国的重要城市 这种威胁让美国也感觉到自己头顶悬着利剑 开始忌惮中国 我国的东风系列导弹温室之后 很多型号都有着不同的打击优势 让美国都觉得非常头痛 比如难以拦截的时速为什马赫的东风17 作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等等 现在的东风41型导弹 更是被军民亲切地称为东风快递 不仅打击威力巨大 还有着非常迅击的速度 能够快速达到锁定目标的位置 形成极强的打击威力 美国面对我国的导弹 曾经一度疯狂地组装拦截系统 把好几种拦截导弹都组装到一起 试图用打乱拳的方式能拦截到 但是美国到目前为止 公洋系统也好 萨德系统也罢 都无法拦截我国的东风导弹 现在中国凭借护国神器 东风快递 形成强大的国防防御网络 也凭借此建造坚固的国防盾牌 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从中美俄三国的导弹射程 能够看到三个军事大国的军工研发进程 而中国的势头最为猛烈 最为强劲 也是最强悍的国家 同样也将是未来发展最好的国家 只有军事实力强大 才能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也是克敌制胜的实力所在 订阅我 了解更多的中国军事